有色金属是明显的周期性行业 但是有一家公司正在借助多品类的矿山布局 来运凭周期的波动 它就是紫金矿业 旗下的多品类矿主要是金矿和铜矿 今天我们重点来分析两个问题 第一 影响黄金和铜价格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第二 如何评价矿产类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紫金矿业2021年的收入为2251亿元 按金属分别分为金 银 铜 铅 铅 铁等 每一种金属种类分别对应矿山产品 以及加工和贸易业务 例如铜类业务包含有矿山产铜 加工贸易铜 因为收入结构有些复杂 为了看得清楚 我们分别从两个维度来划分 第一个维度是金属的种类 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于两类金属 金和铜 按照历史五年的均值来计算 两者合计的营收占比为92% 其中黄金占比64% 铜占比27% 但毛利占比上黄金只有30% 而铜则是46% 第二个维度是业务类型 也可以分为两类 矿产金属和金属的冶炼加工及贸易 按照历史五年的均值来计算 矿产金属的收入占比为17.6% 加工贸易的收入占比为82.4% 但毛利构成方面 矿产金属的毛利占比是85% 而加工贸易占比只有15% 我们把两个维度的收入和毛利构成的数据综合起来 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紫金矿业的收入增速 由金属的冶炼加工和贸易来拉动 主要是黄金 而公司的利润增长 关键点在于矿产金属 金和铜 核心是铜 我们先来看黄金 黄金既有商品属性 又有货币属性和金融属性 黄金的价格受到供求货币政策和国际制度等较多因素的影响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黄金的价格 第一个角度是价格的趋势 历史黄金价格的大的周期都是和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高度相关的 这两个指数才是影响黄金价格的关键 同时他们也是衡量美元信用体系的关键指标 根据历史的数据 从长期来看 1975年以来 黄金的价格和美元指数的月度相关系数为负的0.46 从短期来看 2016年以来 黄金价格和美元指数的月度的相关系数为负的0.71 负的相关性非常明显 可以粗略的理解为 美元指数下跌 黄金有70%的概率价格会上涨 我们再把黄金价格和10年期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来做比较 2003年以来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负的0.87 从大的趋势来看 黄金价格 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 拐点具有一致性 可以根据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的趋势来大致判断黄金价格的走势 美债收益率最近的低点是在2020年的7到9月份 美元指数最近的低点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 自这两个时间点之后两者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而金价也是在这一时间区间内达到高点之后开始盘整 除了趋势分析黄金价格的第二个维度也是更重要的角度 是极限的区间值 我们用金价除以美国的CPI得到剔除通胀之后的实际黄金价格 图形结果一目了然 这给我们预测黄金价格设定了非常明显的极限区间 自1975年至今 剔除通胀之后的实际黄金价格 极限的区间值是2到7 均值为3.79 目前的最新值是6.27 有了判断趋势的方法 也有了极限区间 那么我们在较长的时间内预测黄金价格就容易了许多 结合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势 以及金价的极限值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 目前黄金价格处于相对高位 紫金矿业1到2年内来自黄金的业绩贡献 价格的因素会逐渐减弱 分析完金价 我们再来看铜价 铜的下游是工业材料 其价格波动 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较大 把时间拉长 可以发现铜的价格周期和全球的基建投资密不可分 历史的铜价可以区分为几个区间 2022年之前受到欧美基建投资拉动 2003至2011年受到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拉动 2012至2016年受供给端矿产量提升 价格下滑 2016至2020年出于行业的稳定期 中国的基建有稍微的拉动作用 2021年之后受到新能源行业的拉动比较明显 目前从需求来看 传统的应用领域如电力基建等 对铜的需求基本上处于零增长状态 因为中国的基建和电网已经较为成熟 但疫情之后 美国和欧洲相继推出了大额的基建投入计划 这两个国家基建领域对铜的需求 预计会大幅高于本国GDP的增速 除了传统领域 对铜的需求的增量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领域 光伏 风电和新能源汽车 传统火电的用铜量为每千瓦1公斤 光伏为每千瓦5.5公斤 海上的风电和路上的风电 分别为每千瓦10公斤和每千瓦4公斤 相较于传统火电的用铜量都有较大的提升 根据国际铜研究组织的测算 纯电动汽车每台平均耗铜约83公斤 考虑到配套的充电桩设备 平均每辆耗铜达到90公斤 是传统汽车耗铜量的3.9倍 从需求端来看 未来三年对铜的需求增长较为确定 从供给端来看 结合历史的经验 在铜价处于高价位后近5年的时间 也就是预计2025年铜的产量才会逐渐释放 在此之前 需求端对铜价的影响更为明显 分析完价格的因素 我们来看量的方面 既然金价受供需的影响不大 而短期内需求端对铜的拉动作用更大 那么对于矿产公司来说 在供给端更有优势的企业 也就具备了核心的竞争力 矿产生意是资源为王 谁的资源越多 谁的话语权也就更强 供给端我们重点来看 储量和产量 从铜的储量来看 与另外两家铜矿类上市公司 江西铜业和西部矿业相比 紫金矿业的铜储量为2335万吨 铜矿的综合品位为0.79% 远高于铜行业 从产量来看 紫金矿业2021年的铜产量为58.4万吨 根据公司发布的产量指引和远景规划 预计2025年铜产量将达到105万吨 年均的符合增速为15% 产出层面可以持续关注的是公司的三大世界级铜矿 卡古拉铜矿 塞尔维亚佩吉铜矿 以及西藏的驱龙铜矿 再来看金矿 从世界矿金产量的排名来看 大于100吨的企业 只有纽蒙特和巴里克 紫金矿业和山东黄金的排名 分别在第11和12位 产量分别为47.5吨和38吨 根据未来5年的产量规划 两家公司矿产金的产能 均会增长约一倍 从金矿的储量来看 紫金矿业的储量为541吨 远高于山东黄金的388吨 金矿的综合品位也远高于山东黄金 除了储量和产量 还有一项需要考虑的因素是采矿权 在金矿的采矿权续约上 紫金矿业存在着一定的虚期风险 公司在2022年至2024年 需要续期的金矿 占总量的比重约为41% 并且旗下的第一大金矿 波格拉金矿 虽然在2021年获得了当地政府的10年续期 但需要让渡24%的股权给当地政府 使得该金矿的收益能力下滑 铜矿的续约风险相对不高 各国政府普遍更看重金矿而忽略铜矿 在审批时通常是金矿短期授权 铜矿长期授权 起底紫金矿业 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黄金价格与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高度负相关 踢出通胀后的实际黄金价格具有极限值 二 到七 目前最新值是6.27 金价仍处于相对高位 第二 铜价主要由供需决定 未来三年将处于供需仅平衡的状态 铜的增量来源于新能源发电和电动汽车领域 第三 紫金矿业未来三年矿产金和矿产铜的产量会呈现快速增长 业绩贡献度更高的是铜矿 如果未来金价出现调整 铜矿的业绩能够减少整体的波动性 pler News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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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ò 3402 4456 4454 milü bleach 4505 owl 5655 接近 对 1 2